有毒的植物一般上它会有什么显示给我们知道 就是你把它的叶还在树枝熬断的话 它会流一些乳枝的话 这种一般上都是有毒性的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很多毛毛的 它的树生树叶都会有毛毛的 这些呢一般上也是会有毒性的 还有一种植物它没有毒 但是它生长在环境有毒的地方 例如很多垃圾丢那边它生长在那边的 或有毒的沟渠里面 你也不要用 如果你看到叶子有虫咬 有榨人咬 有东西咬去吃的话 这些一般上都没有毒性 就算有毒性 它毒性也不会非常高 你可以放心的采来煮来喝